很漂亮 怎麼了?無緣無故買花給我 你有興趣嗎? 你幫我搞定網上的留言 謝謝 Ivan的兒子真是看錯他 我以後會分清楚誰真心幫我 除了你, 我誰都不相信 不如這樣吧, 你抽一張 抽到去哪裡, 我們就去哪裡 我抽到去哪裡, 你也沒有夾搏去 是假的, 假個月呢?一個星期就這樣 瑞士, 那我馬上上班才拿假的 希望終有一天, 我們不用再偷偷摸 飛爺, 這盆地的 放下就行了 我看見我的計劃 原來這幾年, 秘書的薪金升幅這麼高 今年級不值 下年開始視乎情況考慮動身 撥多點資源給前線記者和攝影師 這樣對公司將來的正面形象都有幫助 這個計劃書還是很初步的階段 有很多事都是要請教大家的 不過今天有一件更加急切的事 要我們先處理 或許我們等齊人再說? 不好意思, 臭客遲了 我今天收到一份匿名的電郵 桃文並茂, 說我們有位主播G 曾經性騷擾他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 所以我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理 想問問大家的意見 或者George, 你先說一說 你什麼意思? 我的工作經常會跟主播G有交流 每隔一段時間 我總是會收到他傳給我的短訊 內容頗為怒骨, 但基於工作關係 我沒辦法拒絕 唯有答應跟他私下見面 不用讀了, 我都懂中文 怎麼樣?沒名沒樣子就想冤枉我 我沒說是你, 主播G 或者是G for Girl 不過我真的想不到 有哪位主播是G字頭 或者你有什麼想法? 有哪位主播G, 主播G 其實不只我 在座各位都收到這封電郵 除了兩個人 至於他們為什麼收不到 我就不太清楚 或者是發漏了 或是有什麼顧忌? 是嗎? 別客氣, 你說是我, 好的 麻煩拿出有力的證據 如果沒有任何明示、暗示 都是誹謗的行為 我保留一切追究的權利 讓我說句公道的話 照片全都是黑漆漆 或者是背著, 你說誰都可以 對, 照片中人有點像George 但我們是做新聞的 這樣吧, 所有未經證實的 都只不過是懷疑 受害人發給我們 就是想高層證事 如果我們拖拖拉拉按住 是不解決的 我覺得最後可能會影響公司的公信力 所以我們一定要盡快查出 哪位是主播G 真有其事的 我們要還一個公道給這個受害人 如果不是事實的 我覺得也要還一個清白 你這位主播G, 是不是? 關於George胡勇那件事 只是女同事 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好, 趁齊人去 過來過來, 有事要宣佈 由於我們順利解決了 元旦寶寶的官司問題 所以大家的花紅 將會在農曆新年之前發放 好, 大家可以過一個肥鏈 好… 另外就是關於張家賢的專題節目 預算就批了 但有一個問題, 就是人手 張家賢, 過一過來 我之前跟他談, 給他一個新的節目去做 但有一個條件 就是看看有多少人願意 在不影響你們手上的工作底下 幫他忙 如果大家有興趣做一個 不受惡力疏擺 不給高層左右的節目 歡迎過來報名 家賢, 你不是有攝影師嗎? 預約我? 好 家賢, 我也幫你 預約我 我想… 想什麼? 我想問關於張家賢 放心, 約大家聊聊天 到時候會通知大家 是呀, 等副總監約見 沒問題, 就這麼多, 說完 Ryan, 買飯了嗎? 搞定好了, Manky 開飯 Kathy, 王蔚, 後會 先喝杯咖啡, 放鬆一下 沒差事讓那個女人看 很少見Kathy拿了咖啡進來 不是紅酒 我覺得我無論如何都要問清楚 究竟你有沒有… 沒有 男同事反而有 昨晚才睡完飛夜來 左智哥, 這件事不是說玩笑的 你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沒用的 現在最重要是幫你做危機管理 這位女同事… 通界都是女人, 要不要這麼餓? 沒做過就是沒做過, 什麼都不怕 那我又相信你 是呀, 整間公司我就自索了 你都沒對我出過手 又怎會看得上其他人呢? 無緣無故有封拿名信投訴你 我還看到我們那晚的照片 如果Manky懷疑我, 那怎麼辦? 放心, 照片很清楚是我 但就不太過分是你 最大的問題是 照片怎麼收回你, 是誰人? 沒理由, 平時我們出入也很少收回 前後腳 更加不可以在大街大行在馬上 誰想害我? 曉美 難道是Mank? 你的意思就是說 Mank就是捨立名信的人? 你幫我留意他 如果有證據證明是他想冤枉我 方太太也抱歉 還有, 後樓梯這個位置 我們不能夠再見面 飛爺他們開過會 公司有很多盲點 M2事件之後, 口筒被咬 所以後樓梯會裝備露電視 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撞 總之小心點 那我們之後怎麼辦? 我剛才睡得不太好, 怎麼回事呢? 涼在什麼? 我昨晚睡得不太好, 怎麼回事呢? 欣姐 那封立名信, 其實是不是你寫的? 你現在看TVB USA 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 我們在討論一下, 請問你們 幾個小時